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形态改变 竹制品逐渐被其他的产品所取代 业者也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等国家 在新竹县竹东镇 有家经营竹联编织的家族产业却独树一致 老板庄文勇透过坚持与努力 成功转型开创新装机 时代在改变 传统产业也需要转型才能适应潮流 接受家族事业的老板庄文勇 本身学工业工程 又曾在织布厂上班 将纺织技术带入竹联生产 改善手工编织费时费力的问题 大幅提升竹联产量与质量 我们原来是做竹子买卖 后来我想说 大家都在已经工业化了 那我们要找出一个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的一个产品 后来因为我本身 原来是在纺织厂上班 所以我就把那个纺织的技术 就是应用在我们这个竹脸上面 以前的这个竹脸都是脚脂 是双条线这样旋转的脚脂 那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平脂 就是织布的那种平脂的原理 应用在这个竹脸上面 就做平脂 还做提花这些的产品 那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 先挑选良好贵竹 再切个竹子成竹片 竹条 然后以高压锅炉 利用水蒸汽碳化竹子颜色 使其呈现光滑咖啡色 绝对不像染色产品 会有褪色的问题 再透过不同的针法 发展河风 欧洲宫廷风等多种花样变化 使得竹脸具有时尚的味道 贵竹是台湾独生种 只有台湾才有 那竹子的话它生长很快 它大概就三年五年 就可以成材 木头如果你不砍它 它可以到百年 都还会一直在长大 但是竹子不一样 它经过差不多十年以后 它就枯萎了 所以你不用它 在山上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民众能够尽量用竹材 来代替木材 让竹子它 让它能够新成代谢 让木材能够继续的 树木能够继续再生长 虽然台湾的工资很高 面对大陆和越南的廉价竞争 老板的坚持依然得到 国际市场的肯定 客户遍及五大洲 目前每年还是以外销为主 是台湾仅存的竹联专业工厂 我们希望说更留台湾 当初我们很担心说 同业都到大陆去了 我们似乎会被淘汰 后来我到大陆去考试了三次 发现他们没有贵族 没有贵族的时候 我想贵族是这么好的东西 大陆没有 所以有这么好的材料 我一定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我就坚持留在台湾 开客地方观光导览路线 游客来到这里实际体验 织布机DIY竹联的乐趣 小朋友也在户外教学中 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深刻了解竹子对生活的重要性 传统产业精致化 注入文化内涵 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作业方式 一样可以更留台湾 行销世界 新潮人亚太电视 令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